接着我们要开始介绍一些名词 介绍名词我们是用连续周期坡去介绍名词的 我们当初讲过我的手拿着绳子上下振动一次就会产生一个坡 振动一次一个坡振动两次两个坡振动很多次就有很多的坡 一直连续不断的振动就有连续不断的坡 我们就称之为连续周期坡 然后一个连续周期坡摆在这里之后 于是乎我们就会有一些名词会出现 那么第一个名词叫做坡圆 就是我手在那边抖的位置坡产生的地方 石头丢到水里面石头打到水那个地方就是坡圆 从这边开始产生水坡的这叫做坡圆 开始产生扰动的地方能量输入的地方叫做坡圆 然后呢就坡在上下抖动到最高点我们叫做坡峰 最低点我们称之为坡谷 那么图上面已经显示了坡峰跟坡谷的位置 你就看一下最高点叫坡峰最低点叫坡谷 比较重要的名词有一个叫做坡长 坡长我们会说是相邻两坡峰的位置 或者是相邻两坡谷的位置 但是不见得是要从坡峰到坡峰坡谷到坡谷 只要是相对位置一样的就可以称之为一个坡长 相对位置一样就可以称之为一个坡长 比如说从这里到这里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坡长 不见得是要坡峰到坡峰坡峰坡谷到坡谷 那我们的符号写作LAMDA 那么这样的一个坡一个完整的叫做所谓的全坡 坡峰到坡峰坡谷到坡谷 同样的相对位置叫做一个全坡一个全坡 等一下会提到这件事情 再来一个重要的名词叫做政府 政府是从平衡位置到最高点或最低点 所以你要看一下图上面所显示的政府是这个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这个不是政府 只有一半才是政府 政府的意思OK 政府平衡位置到坡峰跟坡谷 重点是政府的大小代表的是能量 政府越大代表能量越多 这个想法在最后的月因三要素的时候会再度出现 所以请记得政府会代表的是能量 地科假讲地震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件事情 政府代表能量 还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周期一个叫做频率 周期是震动一次所需要的时间 频率是一秒钟震动几次 符号就看一下 那有一个keyword一个是震动一次需要多少时间 一个是一秒钟震动几次 所以还有一个重要的关系叫做互为导数相乘等于一 也就是说以后考卷上如果告诉我周期就等于告诉我频率 周期是两秒频率就是二分之一 它的单位是赫所以二分之一赫 那么如果频率是十赫 周期就是十分之一秒 十分之一秒 这是一个重要的关系 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互为导数 那么这是我们在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会用到的重要观念 戒指震动一次产生一个全波历时一个周期 前进一个波长上下式的政府 这个是我们在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重要的观念 重要的观念 请各位要记住 戒指震动一次历时一个周期产生一个全波 前进一个波长上下式的政府 那么我们在后面会有题目会用到这个想法来解决 那么这个就是波数的公式 从我们以前就晓得什么叫速度 就是花多少时间走多少距离 刚才跟你讲过了 震动一次历时一个周期 前进一个波长 所以一个周期走一个波长 所以公式就是V点T分之浪达 花一个周期走一个波长 按照以前各位所学到的快慢的公式就知道 然后变成F乘以浪达 为什么 因为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所以T分之一就是F 所以这个公式就很正常就会想无法怎么来的 所以请记得波数就是波长除以周期等于频率乘以波长 那么需要计算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公式 然后这个公式是所有波的公式都能用 只要你是波动 你的波数的算法就是这样子算的 以后它会起到一个声速的公式 那个公式就只用在声音的速度上 其他的不能用 那么这个公式是所有的波动都能够用 所有的波动都能够用 就是我们的波数的公式 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叫做这个 叫做波数值跟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 跟波元的振幅及频率无关 种类就是它是水还是空气还是绳子 状态就是生水还是潜水 冷空气还是热空气 清晨还是重晨 叫做所谓的状态 波数值跟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 跟波元的振幅及频率有关 我们热空气是我们要交的重点 传声音比较快 景堂王生水 生水其实这国中其实没有交 但是在几年前 你们的学长考复习考的时候 出了好多题 都跟那个生水传播快有关 我们不懂为什么 看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但是重点叫做 波数值跟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 跟波元的振幅及频率无关 这是我们要学会的 要记住的重点 OK吗 OK